有力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 反中联港为首分子落入了法网 社会秩序实现了安全稳定 整体的仪伦生态日吹理性 一批反中联港的组织解散或停运 通识货改革等有效的堵塞了国家安全的流动 社会上一度对香港国安化的误解逐渐消灭 盲调显示对维护国家安全认同的程度 达到了77.5%以上 香港国安法的有效实施 亦为国家带来了利好的局面 行政指导有效落实 立法机构有罪高效运转 司法执法机关依法办事 法治的专业和权威更加彰显 前媒、舍田等等的发展空间更加清朗 青少年的成长环境更为健康 市民的基本权利和日常生活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营商环境更加优化 投资者更加看好香港 香港去年的经济增速达到6.4% 比发达经济体的整体增长高出了1.4% 重新回到纽伦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的辟位 综合的情况表明 中央旺扬法治分析 解决香港问题的决策 是英明正确的 第二 大炼催生大法 大法促进大治 所谓台风过后有疑信 风雨过后见彩虹 香港国安法应声落地 是推断香港大炼变大治的理程碑 从国安法的立法时机 立法初衷 立法依据 立法程序 立法内容 和法治的实践体 一法两机制 堪称自个理政的法治法例 第一是一句 堵塞了国家安全 无法可依的关键流动 香港告别了过去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 长期被动的局面 导致了内外 敌对势力 崖去国家安全的重大戒口 第二是 击中了颜色革命的命门 香港国安法 对惩治崖去国家安全的四类罪行 作出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 对组织和个人的法律责任 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有力打击了反中乱港势力的囂张器业 第三是通篇充满法治思维 法治治维 法治担当 香港国安法 赋予司法执法机关 必要的权力 和职责 对凡法制止 情治 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所需要的法律扫电 进行了负拳 为依法 情治罪恶 提供了充足的法律工具箱 第四是法治手电 成为抗击外来干涉的有力武器 美西方经常以法治为借口 来干涉别国的内政 但是面对香港国安法的成功 法治实践 他们没有法子 鸡蛋 鱼头 挑骨头 向香港 就必须遵守香港国安法 这个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相信 本港新冠疫情反弹的风险不大 若果检疫酒店充足 熔断机制可以考虑随笑 即时有效繁殖率低于1 其实是好消息 至少它不会大爆发 我相信 那个个案会维持低三位 都有一段时间 因为就是社区 接种率都越来越高 另外背景就是 起码有一半人头 可能曾经自然感染过 他们短期内抗体都还在 也有一定的免疫的保护屏障 这个BA2.1 它都是跟Omicron同源的 但它的传播性 就比BA2.2 再高多25% 但如果说严重程度 就似乎没有增加 暂时来说 我相信未必要收紧 但熔断机制 如果我们的酒店房间是充足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取消 因为它进来 已经有七天的检疫 之后还有另外一个星期的 医学监测都要再检 律政司举办香港国安法法律论坛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 仍属初阶 特区官员必须看到形势 依然是严重复杂 香港国安法实施 仍然面对不少挑战 尤其是外围政治局势波动极大 围堵中国的外部势力 还会不断冒起 而本地的激进知识分子 甚至鼓吹恐怖主义的地下组织 仍然会蠢蠢欲动 我寄予下届政府必须进一步 提高管治团队的政治意识 国安意识 大局观 和不畏斗争的精神 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 今天去到北京四日 将会接受国务院任命 预料会获国家领导人接见 李家超早离开寓所 未有回应传媒提问 据了解他会先经深圳 再飞去北京 抵捕后先隔离 预料周一在中南海 接受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颁发国务院令 正式确认任命 也有机会获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见 消息说李家超在疫情下访经 全程要闭环管理 未能跟传媒会面 预计他下星期二回香港后 才会总结访经行程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公委副主任张勇说 香港在旧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体系 还在起步阶段 未来要进一步推进各项 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 国安决定的不少内容 还没有形成制度性安排 香港国安法的许多条款 还有待具体实施 社会上 对国家安全形制 和在香港面临的风险 也存在不少模糊认识 要做好这项工作 首先要立足于国家安全的全局 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央视权 在一个国家内 国家安全的标准是统一的 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 必须服务于 服从于 整体国家安全的需要和要求 港澳办副主任黄玲桂说 香港国安法保障所香港法事 以及居民的权利和自由 香港国安法出台以后 一些被用心的人 不断污蔑 诋毁国安法 所谓侵犯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等等 事实胜于行变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 香港已经告别动荡不安的局面 各种暴力犯罪案件急剧下降 社会逐步安定 特区的管制秩序恢复正常 施政环境得以改善 爱国爱港旗帜高高飘扬 社会正气充分彰显 香港法治指数继续在全球名列前茅 传门数量不降反升 新闻的生态更加健康 经济金融继续坚挺 外资公司数目持续增长 投资者对香港信心不断增强 这些都充分说明 香港国安法是香港法治的强心计 是居民权利和自由的守护神 是保持香港繁荣发展的定心丸 駐港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说 香港在法治方面既要有民主人权的保障 又要确保国家安全 既要有高度的自治权 又要体现中央的全面管治权 自治的前提 首先是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说到底 高度自治的前提 就是高度自国 是让中央高度放心 第三 形容英美法系最终是为了维护中国利益 香港利益 只不可以因为形容英美法系而妄固国家利益 只不可以妄固香港回归中国的事实 去延续港英时期的价值功练 甚至是听英美国家移子弃使 一国两制 对于香港 要维护的 既包括一国 亦包括两制 两者 一样重要 包括不能够罔顾中央的根本关切 搞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 妄想通过鸡头政治 改变内地的政制 来适应香港 是一种愚蠢的股目导致 必定玩火自焚